陈蔚兰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着急忙活地从千海大厦回来 你磨磨蹭蹭 唉 你快点的吧 姐姐 你是谁啊 上次是你救了我啊 哎呀 太谢谢了 这孩子从那天就一直念到一个姐姐救了他 当时太乱了 我也没找到你 别客气 别客气 我看看啊 原来是你啊 这怎么害风筝啊 可要好好做出办啊 哎呀 这孩子能解惠一条秘武就特别知足了 可把我给吓坏了 你说现在疯子怎么那么多 自己不活了 还要拉着别人做陪葬 实说不是 是那个大哥哥跟疯子说话 疯子才疯起来的 哪个大哥哥 救了咱们的大哥哥 为什么去到你的医院之后就凭空消失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能找到你 别人也能找到我 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了 那个大哥哥说 让疯子跟他合作 接着那个人就疯了 哎呦 你听听 赵人那疯子干什么 那人自己也死了吧 哎呀 太谢谢你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 跟姐姐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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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脸色这么难看啊 我等你那么半天 脸色好看才怪 赶紧走 哎呀 我睡个 我睡个觉 你想晃什么 你别睡了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咱们协会的新代言人 说吧 这谁啊 这个呢 是一家私人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叫林诺言 他们实验室呢 就是组织工程员里 人工制造器官什么的 而且之前他给咱们新回 捐了好多钱 这个林教授 人长得又帅 又又好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我知道 就是往老鼠身上 众人耳朵那个 对不对 对 人耳鼠的培育要是能成功的话 之后器官移植 就会方便很多了 妈呀 你看 葛大爷在群里 号召大家给你介绍对象呢 我的妈呀 他怎么那么闲啊 他呀 就是啊 这追剧不香 还是打游戏不香 非得谈恋爱 谈恋爱哪有课CP下 对了 你说得对 不是 你能不能别扭了 这是烧饭了 能不能开 不能开 我来开 当日风 追尾了知道吗 你开的这 下去吧 那我先去办手续了 你要不去病房等我 我还得去太平间转转呢 我可得给老葛同志 传授点经验 那你别乱跑啊 嗯 小姐姐 她明天怎么走 走廊尽头 地下室 谢谢 没事 喂 你在哪儿呢 行李厂刚把车拖走了 你在哪儿呢 你往前走个路口 你往南管 我在这里等你 十足路口往啊 啊 我 我 我不会 走路口 来 快 我 快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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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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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医院 你刚去哪儿了 太平间 知道你胆子小 所以算好时间来借你 贴心吧 今天谢谢你啊 给我看看 这么小 是啊 可怜的孩子才十二岁 说明只剩两个月了 真是黄泉路上没老少 什么情况啊 这不会真的闹鬼啊 我说 你个儿月扛巴子 你怎么怕鬼啊 还不是怪你吗 从小给我讲鬼故事 还多怕鬼 小鱼 电梯不会真的掉下去 咱都得死吧 你放心回来 如果掉下去的话 我给你垫着 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小鱼 要是没掉下去 你给我打一百块钱付为金 讨厌 不多啊 走走走走 这里 没来过 应该是比赛 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要不咱们回电梯里吧 你疯了 回电梯会被摔死 我想想 给我找出口吧 看什么呢 小程呢 哦 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 他犯病了 我那天看他状态就不对 房主任怎么说 还是那句话 说病人隐瞒事发经过 治疗状态不积极 房主任还说了 说他的压力 因为控制欲网增加 被迫害的欲网一旦提起来 就必须得消灭入侵者 所以金小玉这些要倒霉了 我就跟他说给他放个假 让他休息一下 老盯着咱俩他压力也大呀 嗯 李师傅 林教授 您怎么来了 我今天过来 送大提老师 这会儿您怎么能亲自来呢 实验室啊 来了两个新学生 他们是第一次干这个活儿 我实在不放心 就跟我来看看 再加上啊 好长时间也没送大提老师了 挺怀念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您还没退休啊 是啊 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不过这儿 也都还是老样子 是啊 除了我老了 这儿一切都没变 林教授 您慢慢看 我下忙去了啊 好嘞 您忙 这都没有信号 怎么办 咱俩不会死在这儿吧 能不能别老吓我 咱们这儿来医院找人呢 好不好 我们不见了医院会找我们的 怎么办啊 那有个门 怎么回事啊 怎么锁上来 锁了怎么办 我们看看能不能到那边 这也锁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出去 行行行行 来 你抬这边我抬这边 往那边走 你带着我 小心点啊 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小心啊 小鱼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还在这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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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口呢 等一下 有人吗 谁啊 在里面 哦